你看看你看看 你又生气了是吧 你知道生气产生的毒素 有多严重吗 据说能毒死一只大白鼠 爱生气的人很难健康 更难长寿 记住下面这四招 让你瞬间看看一切 不再生气 第一个就是 看看婚姻 你要知道 破锅自有破锅盖 啥人都有啥人爱 这个世界上 完全能随你愿的事啊 真的不多 你能接受别人身上那些 不随你愿的事 你就去结婚 你要是想找那酒 完全随你心的那个人 那你就干脆别结婚了 因为这种人呢 地球上根本不存在 劝你去火星发展吧 第二个看开朋友 你身边的每一个人 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性格还有偏好 你要有足够的价值 能让他们心服口服 人家自然会闭嘴 你没那个本事呢 那就请你闭嘴吧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呢 谁都不欠你的 你不要整天 哎呀怪那个辜负你了 怪那个又对不起你了 我告诉你 你今天所有的结局呢 都是你自己认知自己造成的 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 第三 看开子女 生养孩子之前呢 最好先掂量一下 你有没有那个足够的担当 甘愿吃亏 不要回报 你有这个心 你就去生孩子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就别生 别养 不要自己生完 养完之后呢 然后又去整天抱怨 说这个孩子这儿不行 那儿不行 你累 孩子也累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啊 就是上天给你的一张存单 但是却没有给你取款密码 你要做的 就是只能不断地往里面存 那啥时候能拿出来用呢 不知道 要看你家孩子愿不愿意 给你那个密码了 人要不给也正常 就当你自己是奉献 第四个 重点 看开背叛和伤害 你这辈子无论活成什么样子 都会有人背叛和伤害 你只需要做到自己满意就行了 你的人生要学会一个人前行 自己认为对的就去干 如果你当初能承受孤独 又怎么会被所谓的 爱情和友情所伤害呢 一个人生活不会死 但你把所有的希望 全部寄托在另一个人的身上 你就会生不如死 多生几次病 你就有了抗体 多受几次伤 你的内心不就变狠了吗 伤害和背叛 是让你变强大的必经之路 所有挫折 打击和失败 都是让你长大的肥料 听到这里 已经能够看开一切的朋友 双击的屏幕点个大赞 大度一点 你才更容易发财